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今天的头条新闻来自香港 海关在两次大规模行动中查获了约5300万只价值达2.4亿港元的怀疑黑市香烟 这不仅是对走私行为的打击 也对政府税收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 证监会主席强调了外资和市场声音在资本市场改革中的重要性 随着支持政策的推出 股市指数已经飙升近22% 这一系列举措旨在稳定市场 吸引长期投资 最后 中国的35万圣男问题引发了关于国际婚姻的热议 一位教授建议中国男性考虑与外国女性结婚 以应对性别比例失衡的挑战 这一提议在网上引发了热烈讨论 许多人对此表示赞同或反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海关在最近的两次大规模行动中 查获了约5300万只涉嫌黑市香烟 估计价值达24亿港元 约合3090万美元 此次行动的目标是 打击通过海陆走私的商品 海关表示 其中约2000万只被称为便宜白烟的香烟 如果合法进口 将为政府带来约1.7亿港元的税收 在第一次行动中 海关检查了一艘从台湾抵达的船只 发现了1100万只涉嫌非法香烟 而在第二次行动中 海关在清衣水域截停了一艘船 查获了4200万只香烟 海关表示 将继续加强风险评估和情报分析 以打击非法香烟活动 南华早报指出 中国证券监管机构 正在采取积极措施 以应对经济增长放缓 带来的市场挑战 随着第三季度经济增速的放缓 市场情绪受到影响 证监会主席吴庆在金融街论坛上 征求金融专家和媒体的反馈 强调金融市场改革的重要性 他表示 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资本市场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并呼吁增强国内外市场的互联互通 自政府在9月底 推出一系列政策以来 中国基准股指以上涨近22% 与会者提出了多项建议 包括提升市场监管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以吸引更多长期投资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李云泽部长 也呼吁金融机构增强对经济的支持 承诺改善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选项 南华早报还报道了 中国面临的性别失衡问题 引发了关于促进国际婚姻的争议 由于长期的异孩政策 导致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约3490万 厦门大学的丁长发教授 建议引入外籍新娘 以帮助那些面临婚姻压力的男性 尽管这一提议引发了大量争议 许多女性认为这类似于人口贩卖 但一些男性则支持这一想法 认为外籍新娘的要求较低 且勤劳贤惠 随着国际婚姻 在中国男性中逐渐普及 专业媒人开始提供中俄婚介服务 利用两国之间的性别差异 吸引更多合适的女性 评论者指出 国际婚姻的开放可以促进竞争 提高婚姻质量 进而提升出生率 南华早报报道 亚洲股市即将迎来两年多以来 最繁忙的新上市州 预计将有约20家公司 在本周五之前挂牌 融资总额可能高达83亿美元 约合647亿港元 这一波上市潮主要来自中国 印度和日本 显示出该地区的复苏势头 香港的IPO市场正在经历动物精神的回归 市场情绪的变化 使得公司急于在美国大选前筹集资金 中国资源饮料控股 和自动驾驶技术公司 Horizon Robotics 将分别于周三和周四 在香港上市 两者合计 预计将筹集超过13亿美元 市场观察人士认为 这可能会引发香港中国IPO的更广泛复苏 雅虎体育的大学足球节目深入分析了第八周 SEC联赛的关键比赛 乔治亚州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德克萨斯州 田纳西州则逆转击败阿拉巴马 这一周 所有SEC球队均以长刀败继 令季后赛形式更加复杂 节目中 分析师们讨论了LSU的表现 以及印第安纳大学的崛起 并对迈阿密的四分位 Cam Ward表示赞赏 认为他的表现为球队注入了活力 而林肯 来历的USC则面临困境 分析师们质疑 他的执教能力是否导致了两个项目的失败 BBC报道 德比郡的Stavely镇 即将启动一项价值数百万英镑的重建项目 计划于下月开始 这项名为Stavely21的项目 将包括新地标建筑的建设 市场广场的改善 以及高阶的复兴 资金来自政府的城镇基金 项目的实施 将为当地图书馆和新兴企业提供空间 并扩展市场的多样性 吸引更多家庭参与 该项目还将引入新的户外座位 和自然游乐设施 旨在提升社区活动和社交空间 当地议员表示 这将极大的改变Stavely镇中心的面貌 并为当地商家创造更多机会 预计所有项目将在2026年3月前完成 Nikkei Asia报道 日本选民于周日投票 执政的自民党面临因政治筹款丑闻 而失去多数席位的风险 与此同时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喀山主持金砖国家峰会 来自中国的盟友习近平也将出席 而56个英联邦国家的领导人 则在萨摩亚举行会议 韩国汽车制造商现代汽车 在孟买成功上市 筹集了33亿美元 这是印度历史上最大的IPO之一 此外 东京地铁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成为自2018年以来 日本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越南和菲律宾则分别举办汽车展 越南政府为刺激汽车销售 降低了注册费 周四 韩国公布季度 JDP数据显示出口强劲 但国内需求疲软 周五 吉尔吉斯斯坦举行总统选举 现任亲华总统马马乌 预计连任 最后 日本的选举结果将揭示 自民党能否在这场政治风波中 保持其统治地位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6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6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6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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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